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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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今天又回來做手作 今天做這個袋子的名字叫做 羊肚燈籠十十袋 為何叫羊肚燈籠 因為它打開了袋子 它的樣子好似羊肚燈籠 很微有趣 為何叫十十袋 它一收起來的時候 十一聲 很容易就可以收起來了 我覺得它很好用 如果你想知道它有多好 你不要走開 一起做你就知道了 好 現在來講一下材料 預備一塊布料 需要軟的、輕的、薄的 這個用來做袋子 然後就需要有這個 這個就是把手布 需要有四條 它的尺寸是23cm x 5.5cm 然後就預備兩塊 這個尺寸是12cm x 10cm 需要兩塊 這個用來做袋子 把手 今次我們用2.5cm的積帶 長度就要65cm 最後 積帶還需要預備多23cm的長度 要兩條 這個用來封邊 另外 另外 需要預備一粒 一套 它一套 有四粒 這個就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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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片 可以這樣放上去 材料就是這麼多 我剛才也說過 那個布料要軟、薄、輕 為什麼呢? 我自己都說過 你看看 這一塊 稍微厚一點 就要這麼大塊 你看到也不想用 稍微薄一點 就可以變成這麼小塊 如果你說不用防水布 用布也可以 布出來 樣子大概是這樣 如果沒有白樓的話 你開樓門也可以 開樓門的樣子就是這樣 首先我們來做袋口的封邊 這個就是65cm的邊 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做法就是這樣的 在這條邊 1cm的位置 我們做一個記號 然後再對落2cm 我們這裡再做一個記號 即是說這3cm 我們是用來做封邊 這邊也是這樣做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做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邊 這一邊同樣也是這樣做 也是啦 1cm這裡抹個位 接著再落2cm 有抹個位 亦都是兩邊都是這樣做 即是總共要做四個邊 好了 抹完位之後 就可以燙了 剛才1cm的位置 就接著它 這樣就用一個燙豆 壓一下它 你自己試一下 你那塊布會不會融化 如果會融化的話 你就墊一條 手根在上面 一直這樣 一直辣辣辣辣 辣到尾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話 你就可以畫一條1cm的線 由頭到尾 這樣畫了它 你燙的時候 你就會容易些 燙完1cm的位置 接著就燙2cm的位置 燙完固定好 樣子就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拿去車 車這條線 和這條線 現在就車了 現在就來處理 有時候防水布 你覺得絕 的話 可能你要用膠箱 或者有少許絕 你可以用手 托一托 幫幫手 拉一拉 它就會去得順一點 車圓的樣子就是這樣 現在就來處理剛才才好的四條把手布 把手布就是指這四個位置 把手布我們就要三邊封去 我們先畫位置 然後燙就會容易些 這邊呢 我們就1cm這個位置 我們畫一條線 這邊也是 1cm畫一條線 然後我們就燙了 這樣燙完 四條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燙完固定好 樣子就是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把手布 托上袋子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放上去 就是載這條線 和這條線 四條把手布 都是同樣做法 都是這樣做的 好了 這條把手布 就把它放在這裏 尾部這裏 就對齊 這裏 我們就會載這行線 把它稍稍移到2mm 把把手布固定在袋子之後 檢查一下頭 齊不齊 如果相差太遠 就再固定 如果差一點也無所謂 好了 現在載了 提一提 只載左右兩邊好了 這個開口位這裡 因為都會受點力 可以回針多幾針 會穩陣些 四條都是這樣做 載完之後 就是這樣 然後把手帶拿出來 現在把手帶放進去 接著就載了這四個部分 一、二、三、四 載一、二、三、四 載一、二、三、四 載一不夠再來回幾針 因為這個都很受力 撤完後就是這樣 完成之前的東西 現在就來到最重頭戲的部分 就是摺的部分 首先把袋子對摺 對摺對準去 這裡固定它 用大頭針夾也行 這裡又是夾著它 讓它不要走位 好了 固定完後 我們就有抹位了 如果之前都做得準確的話 現在這塊布就應該剩下50cm 我們現在就放把尺 從尾開始 從尾對齊 第一個位置就說5cm 然後每距離10cm 就畫一個記號 10cm第一個 10cm第二個 10cm第三個 10cm第四個 好了 畫完之後 剩下的部分應該是大概5cm 在這些記號 我們用剪刀剪一個卡 剪多少呢 就是1-2mm 不要太多 兩邊都是這樣做 現在來到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摺 剛才這裡剪了卡 現在就開始摺 第一個5cm 這樣拿上來 我剛才剪了卡在這裡 現在這樣拿上來 那條帶就記住了 要在外面 那條帶在這裡 就在外面 這樣就對了 這樣 然後就找第二個卡 這裡第二個卡 拿過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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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第三個卡 又是這樣 將它這樣托高 托高 這樣就放過來 第三個了 那第四個 這裡的卡 又是這樣 摺著它 放過來這裡 四個了 然後這裡 第五個了 也是這樣 放過來 因為剪了卡 的關係 其實是很容易的 這樣 集齊之後 就用夾 夾著它 這邊就可以了 相同的做法 做完四邊 第一次做 會覺得很混亂 第一次是 因為我用的布 比較厚 托得更難 bree 這樣現在砂 Hoje這布就很好 很薄 沒什麼大問題出現 好了 四邊的柴都要摺好了 那麼 internally 洋土形就差不多出來了 我现在再整齐中间的坑 尽量对齐一点 其实每一格都是5cm 因为始终它第一个蛋糕是在头上 中间也有机会移位 捏好之后,我们稍后用烫豆辣一辣 整齐好之后,样子就是这样 尽量让它很贴腹,夹紧 接着就会烫压 这样大力压下去 如果还想再压得它 那条线稳稳一点,更紧一点 可以逐快去压 因为这里有5个杂 你就逐个杂去压 烫完外面,记住里面也要烫 肚子这些都要烫 现在烫完它 外边内边烫了,它才会稳定的 接痕 搞定好之后,样子就是这样 现在,你就拿去衣车 车了这条线和这条线 拿起,整抽一起车 连杂一起固定 现在这个时候,你有哪个杂不满意 你就订阅,整准角 因为车了之后,就没得再改 顺便做了一个袋盖 刚才就预备了两块 这两块就用来做这个袋盖 这里就三边1cm 留1cm缝分 这个袋盖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去圆角的话 就预备一个圆,大银,放在这里 这样就划一个圆 划一个弯线 划一个弯线 接着你车的时候,你就车这条弯线 车完之后,翻它出来 这条织带,它也不太厚 有时,你用一些很密度高的织带 这条织带就通过不了 这条线稍稍固定 稍后还有一条边包住 好,接着就车到袋盖 车完就是这样 剪走多余的缝分 然后自己烫一下 然后就压线 距离1-2mm的压线 让它平复一点 现在来到最后一步了 做完包边就可以了 刚才预备了一条23cm的织带 把它拿出来 就这样放在这里 这里就这样 骨折到下面那里 然后就把它这样 这个目的就把这个织带 2-2-3-4 四边都要车的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我们就 把袋盖 把它黏在这里 车了一行线才固定 然后又另外一条织带 把它这样放上来 跟刚才那边一样 这里也是这样 包到尾部 又是四边车了 这样就可以了 两边车完的样子 分别就是这样 都挺确实的 现在就上了粒八楼 这个盖位 分钟这样摘起来 摘起来这条戒 这条戒在这里 距离这里的1.5cm 我们就锁一个洞 这个洞就是八楼的位置 拿一个托 托就放在外面那里 即是同条带的相反 这样放下去 放下来之后 这个就是用弓 好 我们现在就固定了另外一条托 要摺它才固定到 这样对摺 然后把它摺上来 按扁它 把它这样这样 然后把它覆盖下来 在这个洞里 我们用一支笔 在这里画过去 这支笔 就是拿一个托 这样 一样的小洞 现在我们可以打了 先打几粒 先打到袋子盖的一粒 然后打到袋子盖的一粒 一粒扭在外面 这样才对 记住 完成了 看看袋子 真是像羊肚 真是像羊肚 看看它能安装多少 放下 好 如果带宠物去洗澡 剪毛也好 挺有趣 羊肚 你就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这样 现在摘袋子 看看它有多轻 和多薄 这样 接着 好 这个袋子 我越做越开心 第一个比较烦恼 第二个开心 第三 第四个越做越想做 一会我会做多几个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也试试做 今天就玩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做其他的手作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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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